社团法人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设立的日照学堂 在中秋节也特别为长辈准备了烤肉餐食 让已经很久没有亲手来烤肉的长辈们 重温烤肉的乐趣 老人家们很开心自己可以动手来烤肉 他们吃的津津有味也和老朋友一起来欢度中秋节 花林县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今年三月份成立了日照学堂 希望让长辈们在这里可以感到自在开朗 也训练自我照顾能力 庆祝中秋节老家协会制造学堂 还为长辈们安排了烤肉活动 我们办了一个中秋烤肉的活动 因为基于安全的考量 我们就是用电烤盘代替 食材也是选用长辈适合吃牙口的一些青菜 特别为素的长辈有准备一个素的特别料理的部分 很多长辈都说 其实他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烤过肉 都是家里的小孩或是孙子烤给他们吃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久违的体验 因为很久没有真的实际也烤过肉了 希望让长辈在老家制造学堂 也是像家一样一家人一样 一起来庆祝这个活动 老人家的烤肉当然要兼顾营养健康 食材的选择必须是适合年长者 烤肉也用电烤盘取代木炭 而且从清洗食材到烤肉都是让老人家亲手来做 也训练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过程中老人家非常开心 很快乐啊 很开心啊 很幸福的感觉 因为我们家里白天只有一个人 来这边大家在一起 好像一个大家庭 感觉上实在 感觉大家一起烤肉感觉很好 对 大家一起烤肉感觉很好 老家协会希望透过生活化的体验 让长辈们能够过得更精彩更有趣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 点 壮 到 除